你們慢慢拿喔 網紅玩小雞闖柬柬埔寨詐騙 園區傳出遭虐 但其實他過去就是以探險為主題拍片 經常會去廢墟或是靈異事件地點 進行直播 只是爭議拼穿 不只曾擅闖台中廢棄大樓燒紙前 前年也在彰化空屋內拍片自稱 遭人遲到攻擊 被警方認定造假 依設違法送辦 玩小雞甚至因形式作風高調 曾經在直播中遭到黑衣人毆打 後續腦震蕩送醫 只是沒想到經過一連串風波後 他仍選擇繼續探險 這回選在柬埔寨開播園區 國際救援組織也曾拍影片 介紹開播園區 不僅有高牆組黨 還有玻璃渣防止隨意進入或逃跑 而這個園區和金水 黃樂 金貝 綠巨人科技 以及金邊的兄弟環球 合成七大詐騙園區 主要幹部幾乎都是台灣或中國人 洋裝成社區或加工廠 實則進行詐騙 並設下重重門禁 控管內部人員行動 只要有人想掏 就會毆打甚至電擊 宛如第三國度 我國今年已經陸續 將不少台籍詐騙共犯逮捕 只不過藏身在柬埔寨的集團 主嫌仍逍遙法外 如今網紅闖入詐團大本音 傳出疑似遭肖施虐 也讓柬埔寨詐騙園區問題 再度浮上檯面 金水潮在什麼樣探訪到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